新北市MIRRORING360手机投影的序号修改程式 那请各位连到这个网站来 各位看一下 好 那这个MIRRORING360是新北市买的 可以将手机的画面投影到电脑 那电脑当然就到投影机了 那Android手机iPhone手机都可以 可是Android手机声音出不去 来 那我们新北市配了很多iPad 对不对 那老师手机给投影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先连到这个网站来 连进去的时候登录哦 这时候再点选登录 输入自己的校务行政账号密码 当然要资讯组长的校务行政账号密码才能做修改 接下来呢再来点选哪里呢 好 M360的序号查询 这时候再点选一下 点选一下呢 这时候就会看到自己学校的 名称 你的序号 像我们学校授权码是20台 对不对 那待会修改的时候呢 必须 使用这个账号哦 跟这个密码这时候等一下才能够登录进去才能够做修改 不过呢 当然这地方照明我们就不给各位看了来 接下来这时候点选这个地方 点选这个 授权管理网站点过来 就连结 到这个网站来了 好 请各位看一下 往下移 我们 新北市买的版本是在这里 像我们学到授权码是这个 目前 这里 被启用了19台 看见了吗 好吧点起来 那点起来 如果不要的时候呢 要把这台移除 只要点准这个叉叉 就可以把它移除 这样呢就可以再新增一台 像我们学校授权码是20台 所以呢 如果 不小心被 柯仁老师那台启动了 就不能再启动了 你可以透过这个管理系统把它移除 那 移除完新的怎么进去呢 好 到新的电脑去把这个 Mirroading360 程式把它装起来 打完这个序号 就可以再启动了 也就是说 这个序号 只能启用20台 那启用完 不是说 老师 是不是同时20台执行就是 不是哦 如果这台电脑被启用 算一台 即使他通通都不用 也算一台